來,在這邊為各位介紹 如何補充氣泡水 現在我們這個瓶子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把瓶蓋打開來 把這支先拿出來放旁邊 放了之後 有兩個方式可以裝水 第一個是你可以先用這個 2000cc的寶特瓶 先裝滿水,然後放冰箱裡面 或者不要放常溫液也可以 另外一個是,如果說你沒有這個寶特瓶的話 就說2000cc,大概8分滿 自己量測 我這裡為了方便的話,我先裝滿這個 然後直接倒進去,比較準確 記得如果說你想喝冰的話 就把寶特瓶放在冰箱裡面 讓它變冰水之後 等它涼了,再拿出來補充 或者說 你如果不想喝冰的,就補充常溫水 但記得 無論如何不要 不要用熱水 因為熱水的二氧溫碳溶解率 不太好 會導致二氧溫碳溶解 溶解的比率 就下降很多 當然用熱水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建議 用常溫水跟冰水是最好的 把全部倒進去 放旁邊 記得把這一支插下去 請記得 要把它壓下去 壓下去一下 它會稍微浮起來 沒關係 壓緊之後呢 把它鎖上 把它鎖緊 鎖緊就好 鎖緊之後呢 我們把這一支轉起來 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 CO2 二氧溫碳的小細點 這邊有寫 市面上呢 網路上跟一些市民材料行都在賣 然後小細點拿出來呢 這是頭 頭的部分我們向上 把它鎖下去 鎖下去 鎖下去 因為這是兩千 兩千CC的 兩公升 所以說我們要鎖兩筆 記得喔 注意聽聲音 會有氣體進去的聲音 進去之後 不要記得鎖起來 先把它搖一搖 先搖一搖 搖了大概 最佳的時間 大概30秒到1分鐘 這裡做個示範 我就不要搖那麼久 如果可以的話 再加大概咬30秒左右 咬完之後呢 放完 把這個直接打開來 打開來 用過的氣瓶呢 它前面有個洞 記得 把它 丟回收 不要丟掉丟回收 另外一扁一樣 向上 放下去 把它放下去 這是兩公升最後兩扁 注意聽會有一樣會有氣體的聲音 放下去之後 記得 不要把它打開來 不要記得打開來 一樣先搖一搖 大概搖30秒到1分鐘 再搖一搖一直搖 好 通常喔 那個氣體灌完之後 如果可以讓它靜置個10分鐘 那個熔絕粒最好 當然 我們有時候要想立即喝 沒關係 我們先倒個一杯來喝 先用一杯 用完之後 我們放在桌面上 讓它放了10分鐘 會更好 搖搖大概30秒到1分鐘 搖完之後呢 來注意看 那個 我們的氣泡水 就算完成了 這個 這個東西 這個把手往下壓 它是利用氣體 會很好看本身氣體把水擠出來 就這樣 請您注意看 都會有 這個氣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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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氣泡水 會直接生 那你如果灌下去的水 是 只可以直接生你的水 就直接射下去就好了 我們氣泡水 通常出來說 並且性的 會對人體有益而無害 就這樣 就這樣 好